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7月20日 今天晚上看到海外的网站 发表了大纪元的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介绍了海军原先的宗孝 姚成先生谈解放军的情况 其中提列了一个主题讲到 习近平最怕是解放军 这个很有意思 给大家介绍介绍 也就是现在别看习近平在建党百年的会议上 吹牛皮挥舞着拳头警告美国 别胖的头破血流 企图把中国人民当成铜枪铁壁 那都是做给粉红们看的 愚民们看的 其实习近平心里很紧张 特别担心权力下放 怕解放军篡夺他的权力 确切地讲就是军头 不听管 这是最重要的事 这篇文章讲到了 说随着习近平在建党百年 一事上四言统一 中国近海的局势 意义紧张 中共会不会突然吸气台湾 美中会不会在南海擦枪走火 日本最新的国防政策 首提台湾是否易遇进入台海 甚至军国主义复活呢 他说了解这个中共军情的姚成宗孝 和这个记者 接受记者采访 谈他的观点 其实以前我看过 看过姚成的好多视频 他讲得很好 但是姚成讲的时候比较通俗 到了大纪元 这个记者的 这个 这个手下 这个 妙婢圣华 显得温柔柔的 这里面讲到什么呢 讲到了美国的国会研究处 今天7月份更新了中共海军 现代化的研究报告 并重申 这个中共的海军 已经对美国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为什么 邓小平那个时代 就搞了一个规划 什么规划呢 就是这个海洋发展 海军的发展 分三步走的战略 以前就有战略 你别看邓小平讲 韬关养晦 他也想往前进 只不过力量不足 他讲的是红美的规划 当时确定 就是2010年突破第一岛链 2020年突破第二岛链 2030年突破第三岛链 没想到邓小平提起来死掉了 但是习近平好大喜功 我就想早一点实现这个梦想 所谓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 可能有一些朋友们 网友们不是太了解 我给大家看这张图 标志的特别的清晰 就没有必要再多解释 你看所谓第一岛链第二岛链 你看看见没有 这个是主要是一种战略 以地理环境而设立 也就是美国为抵御 中共等共产主义极权势力 而设立的岛链封锁战略 姚成他认为从事件上看 中共的海洋三不足有所推迟 但既定方针没变 依旧是争取突破第三岛链 和美国挂分太平洋 在亚太地区称霸 因为习近平好大喜功 他想胜过所有的领导人 就想干点事 结果这事干大了以后 没干成 现在干砸了 就讲这个意思 他这个也是分三步走 为什么现在海军的舰艇数量 360多艘 比美国多 但是吨位不行 总的吨位比美国差 而且美军的大型舰艇 比中国多得多 他说冷战以后 美国为了抵制 包括中共在内的 共产主义积旋势势力的扩张 制定了这个岛链战略 现在就在这个问题上 除了互相之间发生的碰撞了 那么这篇文章讲 姚诚就分析说 一旦中共要把台湾拿下来 就等于突破了第一岛链了 整个亚太 特别是日本 韩国 包括美国的西海岸 都会面临中共的威胁 军事威胁 通过太平洋 南海 走马六甲海峡 这条世界上最重要的交出枢纽 就会被中共控制住 就麻烦了 所以美军现在非常着急 有了紧迫感 要使劲把中共堵在第一岛里 而不让他出来 你看这个战略 说美国的国会研究处 已连续十多年 每年发布中国海军的相关报告 就是要提醒有关方面 美国已经开始 纵使中国海军在亚太的威胁 而中共也在国内 大肆宣扬自己要突破第一岛链的封锁 故乡之间的激烈的抗争 你像中央中共的官媒在7月17号 也就解放军报道 73集团军 在近海就闽南海域实行演习 完成抢滩上岸的 演习第一点就靠近台湾水域 与此同时说 美国日本的七国正在澳大利亚 附近的海域进行什么 因为中共的导弹 饱和性攻击导弹 美军航母不敢靠近台海 你看这个姚诚还是懂 他分析说 美国在海外作战 基本上都动用航空母舰 但美国的航空母舰 现在到中国的近海区域 包括台海东海 就面临着中国飞弹的威胁 因为中国有飞弹可以直接攻击 姚诚就认为在军事对抗上 美军可能希望在南海给中共开打 而中共更愿意在台海和东海 你看人是真正内行的 因为中共依托它的暗机兵力 能对美国构成巨大威胁 所以美国现在的能力 只能说通过日本封锁第一岛链 而不能完全控制第一岛链 也就是这样 但是第二岛链 第三岛链 第三岛链这一块 美军能控得住 中共现在最迫切要突破 就是打下台湾 从而打破美国封锁 美国则希望台海保持现状 因为台湾第一岛链的中心地带 姚诚补充说 一旦台湾沦陷 日本首当其中 所以日本现在积极性最高 难怪麻城太郎出来讲话 想要与日本和美国协同放台 保护台湾 不过对于美国和日本政府的对台政策 姚诚得出自己的判断 美国到现在位置 对台湾还是保持模糊的政策 只是卖武器给台湾 提高台湾资历能力 但不表态介入台海 他说这可能是个误区 美国应当政策清晰化 明确的告诉中共 你打台湾我就打你 相反姚诚认为日本反倒不应当表态 这个有意思 日本这次马上站出来 他认为不明智 他认为日本是二战战败国 他想参战协访台湾 或有其违背的和平宪战 发礼上说不过去 你要打仗总要有个理 所以日本对台湾模糊化比较好 对中共的震慑会更大 因为日本有足够的力量 包括它的150架F35战机和隐形潜艇 能构成对台海安全的一种保障 这个F35战机 你根本中共科技水平达不到 这旺扬星探 曾在中共军方 他就讲到 讲到这以后 他就介绍了一下 这个姚诚是什么人 是姚诚曾经在中共的局队当中 因为内斗 曾经被捕入狱 一共七年 他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 他本身 根据他自己的介绍 就是当时老沃 这个当时九十年代 这个时任中共海军航空兵司令部 中校参谋姚诚 接受中共的命令 上级的命令 让他到老沃去窃取了 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反潜直升机 也就俄罗斯的卡尔巴 卡尔巴成功偷窃了俄罗斯的卡尔巴 反潜直升机以后 由于军头内斗 他受到牵连 被江泽民下令抓捕 判了弃 所以姚诚恨中共 就特别的热心 谈论关于海军内部的一些情况 以及关于海军的一些系列动向 产生的后果 那么姚诚认为 现在军队当中不稳定 说是习近平最怕的 他上台以后抓了那么多的将军 所以军队到现在 跟习近平不是一条心 要打台湾 他说军队手里武器以后 他会担心控制不住 这个我曾经讲到过 就一旦开战 不是枪指挥党了 不是党指挥枪 是枪指挥党 倒过来了 这个习近平还害怕 他说谈到了西方目前 联手抗共的策略 他认为在疫情重创全球的情况下 西方国家联手对付中共 可能不一定是上策 他说什么呢 他说孙子兵法讲过 不战而驱认自兵是上策 所以瓦解解放军 让解放军犯下武器 不愿意参战才是上策 但这怎么瓦解 这个难度是很大的 是吧 他靠宣传 他其实说习近平说推动军改以来 没有做对一件事 虽然他既以权利于是掌握了军官的生前 好像掌握了盛察大权 但是军队这些人都和他同床一梦 他讲到这里 其中他讲到他说 对军队的进行整肃 提拔了一些人 也得罪了一些人 但是习近平仅仅是在福建 厦门的时候 和原31集团军关系不错 31集团军以后 后来改成了73集团军 说习近平在这个里面都是自己的人 但是海军不听他的 他就讲海军全部听江泽民的 说是自从石云生司令被江泽民免治以后 后任的海军司令张定发 吴时利 沈金龙全是上海帮 他是这样讲的 说习近平现在想要对海军下手也不敢 军队将领 尤其海军将领跟习近平不是一条心的 所以打不了台湾 打台湾主要是靠海军 而恰恰海军他指挥不动 他讲这个意思 但他这里没有讲到宋学 我估计宋学可能就是一个踢死鬼 是个小喽喽 那么姚成进一步分析了解放军和习近平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中共历来讲枪杆的出生权 历史上华国锋没抓住金权 夸台了 胡尹涛没有军权 成了江泽民的亏赖 他说习近平上台 我清理江泽民的军队的代理人 要把所有的军头换成自己的人 这个恐怕很难 他就讲这意思 力不从心 姚成认为中共军队腐败 透顶拉帮结伙 卖官欲交非常严重 所以说很难将来有战斗力 而且他讲到习近平抓了这么多的将军 就是因为他不放心 说习近平现在做得太过激烈 要让军队听自己指挥 已经不可能了 尤其军队不是党卫军 成了习家军 习近平心里很不踏实 其实他说 大家都希望把习近平干掉自己上位 是因为习近平把党 共产党带进了死胡同 你看他了解国内 党内的一些情况 姚成透露说 所以想杀习近平的 并不是什么外国敌对势力 外国没有这个办法办到 所以习近平最怕的 就是刚才讲的解放军 是解放军内部的势力 也很重要 姚成并不看好党内的李克强等文官势力 他认为他们也是坐一天和尚 坐一天中午 他认为李克强没有什么能力 那么姚成讲 中国社会现在坐在火山口上 一根火柴就能点燃 很遗憾西方没有看清这一点 甚至美国都说 不以推翻中共政权为目的 美国只想保卫台湾 他认为美国人太自私了 姚成认为只要中共继续独裁同志 台湾没有安全可言 第一次是这样 那么姚成分析 许多西方国家想从自身利益考虑 不想惹中共 觉得要付出巨大代价 因为怕中共崩溃后 难民朝的恶果 他讲自己对西方和台湾局势的研判 他说美国政府现在联合西方对抗中共 但国家自己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和友谊 只有利益 所以西方只是希望中国和平演变 不要发生动乱 不希望中共彻底崩溃 他说真正关心台湾的只有日本一个国家 他说日本呢 因为台湾有事 日本就肯定有事 姚成表示 所以盟友们不一定会死心塌地 跟美国一起打中共 更何况美国自己都没有下决心 姚成总结说 最终要解决中共 还得靠中国人民自己 需要中国人民决心起来 不是跟中共打仗 而是解体共产党 你看他讲得很好 姚成讲 他正在推动中国军队的国家化 国家化 不做党位局 他相信这会有益于保证台湾安全 避免发生战争 而西方世界最好的办法 是在经济上制裁中共 这是姚成的观点 那么今天的海外期待节目到此结束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